各位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一篇章的互动答疑课 首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能够从第一季坚持听到第三季的朋友都非常不一般 都是对哲学抱有极大的热忱 我也希望这三季课程能真正帮助到大家 为大家的哲学入门之路提供一个好的方式 第三季第一篇章我们讲到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 重点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代主要理论家的观点 大家在听课的过程中可能会时而比较激动 时而又陷入沉思 因为社会批判理论本身就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理论也有着内在的张力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学习心得 子萱说 蒙昧每个时期都存在吧 所以启蒙永远不会过时 所谓的启蒙理性自我毁灭 大约是愚昧与文明角色的历史互换吧 1867961的这位朋友说 今天这个话题太及时了 感觉现在和四十年代似曾相识 正在困惑 你带来了阿多诺和霍赫海默 谢谢你 还有人类的思想火种 艾尔萨故事会说 神话是有主观情感的 而理性却是与主观感受对立的 是不是说 如果我们把启蒙当作一种信仰 理性有了主观情感时 启蒙就被异化了 人能达到完全脱离情感的理性吗 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安顿内心 都想要为生活找到一种意义 如果为了保持理性 不断质疑不断推翻 又如何去安顿内心呢 冷的方程是说 深有感触 人对外界对自然的恐惧 来自于一种不确定性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让人类恐慌不已 人类不断发展创造出上帝 创造出科学 创造出神话 其本质都是试图对外界 对未知事物的一种确定性戒毒 当人类获得了这种确定性 人的恐惧得以消除 人也就获得了改造世界的基础 获得了支配世界的基础 如此看来 在启蒙理性之初 理性本身确实已经发生了异化 理性的目的 不是追求真理 而沦为了追求确定性的工具 好 感谢以上几位朋友的留言 那么接下来 我也来说一说我的体会 正好一并为大家做回复 可以说 在启蒙辩证法里 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另类的看待理性的视角 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反思 在之前准备课程的过程中 也不由得让我反思 平日里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疑问 那就是 哲学有用吗 是啊 哲学有用吗 也许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 甚至也会被亲朋好友质问 你学哲学有什么用 是的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 会认为哲学没有用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哲学没有用 为什么哲学只被一小部分人接受 哲学可以用有用和无用这个判断标准来衡量吗 好 这么几个问题 我想大家从第一篇章的对启蒙理性的批判的视角来看 是不是能够找出一些头绪 为什么在多数人看来哲学没有用 我想大概是因为 长久以来我们受到的都是工具理性的训练 我们采取工具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一切事情时 有没有用就成为了一个标尺 甚至这个标尺逐渐成为唯一的判断标准 那么在采取行动之前呢 就要先要预判一下 这个行动是否能够实现某一个目的 能否带来好处 以及带来多大程度的好处 明确的目标导向和立竿见影式的成果 让现代人产生了一种现代的快感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吃一口美食 你能够立刻感受到快乐一样 人们也越来越沉浸于这个模式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整个社会营造的氛围 就是特别注重效率 时间是有限的 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 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 就成为了一切行为判断的标尺 凡是不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能够带来看得见的收益的行为 都是不被认可的 而哲学呢 恰恰和这样的价值判断标尺是相悖的 如果按照这套逻辑 哲学确实无法给人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为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思维领域 思想这个东西你是看不到也摸不着的 换言之 哲学的探究就是在玩一场思维的游戏 可是这终究是思维领域 对实在的现实世界 无法起到立竿见影式的改变 那么以工具理性的标尺 以有用和无用的视角来评判哲学 自然在多数人看来就是无用的 但我想说 哲学有没有用 这个问法就不成立 因为这个问法就是在工具理性的预设前提之下提出的 你先有了一个有用和无用的标准 然后再去判断它是否符合这个标准 是否能为我所用 那么哲学根本就不能用是否有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视角 对哲学进行评判 我个人认为 学习哲学不是为了用它 学习哲学 使人成为人的一种方式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的丰富性 人不只是一个吃喝拉撒睡的生物体 难能可贵的是人还有思想的向度 还有情感的张力 还有情怀的向往 人是一个有着丰富维度的综合体 工具理性的视角 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作一个死气沉沉的物来看待了 把人当作一个运转的机器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工具理性只是人众多维度当中的一个维度 而不应该是全部 学习哲学就是在不断丰满 那个我们平日里往往忽略掉的 不太容易能看得清的思想向度 而这思想的维度 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哲学可以带你去思想领域遨游 思想的延展会让人以更加饱满的姿态去应对这个世界 因此哲学的学习可以让每个人更加成为人自身 而不是沦为物 哲学的思考会让人有一颗敬畏之心去面对世界 但很遗憾 现代世界的运转速度太快了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人们被技术牢牢控制而无法自拔 人们享受着这超级的快感 享受着欲望的不断被满足 整个社会快速运转的气氛已经容不下人们静下心来 好好做一场自我反思 因为耗费在想这些虚头巴脑东西的时间 还不如去多挣一点钱来的实在 人们被匆忙绑架 无法抽身 因此很多人对哲学 吃之以鼻 但我认为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们越不应该丢弃哲学 我们越应该守护住心中的那片净土 守护住内心的对自由的向往 哪怕外界的所有秩序和规则 都在逼迫自己要按照一套既定的标准形式 但在我们内心中 仍然可以保持一份对世界说不的勇气 到此就足以了 如此人才是一个丰富的人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再回来说哲学有没有用的问题 首先这个提问方式是站不住的 哲学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 这个格调有点太低了 哲学本就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在做第一张时的感触 可以说霍赫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价值的 尽管后来哈贝马斯批判他们太过极端 甚至说他们缺乏批判理性规范的基础 但我认为对于被现代性惯坏的现代人来说 是应该猛泼一盆冷水的 我们客观来说 工具理性虽不至于让世界达到毁灭境地 但它的威力也不容小视 至少这个趋势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好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我看到一位叫香水野河的朋友 几乎每一期都能够看到你的留言 而且都是非常大段的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值得鼓励 也感谢你的支持 你说 一边听 一边凝视窗外一棵枝繁叶茂的树 这棵树上有无数片树叶 每片都生机勃勃 绿意浓浓 每片叶子都充满自信地伸展 每片叶都能恰当地找到自己的空间 而不掩盖别片 它们看似相同又各不相同 它们哪一片才是真理呢 它们哪一片才是整棵树的主宰呢 它们有没有想过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不再受风雨雷电的袭击呢 它们中有哪一片能掌控或有掌控的欲望呢 梅AB说 考试那段深有同感 好成绩的缘由就是你的科目被全盘掌控 控制 掌握 支配 理性的权威就是这样被建构 趣味 知识 技术 工具 好 也感谢梅AB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艾伦妈咪说 工具理性的权力欲望和对世俗利益的追求 使孩子们沦为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工具 越来越沉重的书包压弯了孩子们的脊梁 几乎每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都戴着眼镜满脸沉重 孩子们的知识越来越多 但与智慧或大道相关的认知却越来越少 孩子们的存在质量远不及古代社会 人类的童年正在消失 好 也感谢艾伦妈咪留下的心得体会 下面一位朋友是全哥哥 全哥哥说 刚听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感觉危言耸听 理性工具才取得一点点对自然的权利 还有茫茫宇宙去征服 批判理性工具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要让理性倒退 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 看起来美好 要是真是回到时期时代 没有一个人愿意 好 我来回复一下全哥哥 当然我个人的体会是 批判工具理性绝不是危言耸听 只是他给我们现代人敲响了一个警钟 其实刚刚我也说到了 工具理性不见得像霍海默与阿多诺说的那样 让整个现代社会毁灭 不至于那么悲观 但至少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是必要的 在这 对工具理性批判并不是说要倒退到原始自然状态 并不是说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因为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的 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对当下的这个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放任不管还是说要反思一下了 要适当的收一收了 我想这是启蒙辩证法带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思考 好了 这就是达一课的上半场的内容 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 我们在达一课下半场回复 感谢收听 下期见